我们九尾陈法就准备两个陈数跟背陈数 然后一开始我们要出题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给它陈数跟背陈数 那可是这个数字应该是要由电脑自己乱数产生 你不能每次都固定 固定的话学生就不想玩了 或者他就可以拆题直接给你答案了 所以我们在运算这边会用随机 那我们如果是九九尾陈法就是一到九 如果是那个硬度二十五尾陈法就用一到二十五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取两个背数 取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就一个要 一个叫陈数一个叫背陈数 那取好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出题目 那出题目就要用问的 用问的所以侦测这边就要提问 然后提问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可以放字串 那问题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是会变的 所以呢你这边的字串就不能直接打字 你就要用合并的方式 所以在运算这边我们就会用合并 这里有合并 那这个框框里面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固定的文字 所以呢你可能要很多个 因为我等一下打进去你就知道了 就比如说请问 这个是显示的部分 请问然后这边就是背陈数嘛 所以你要把背陈数放进来 请问背陈数 然后这边是乘上陈数 然后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那就不用 那这个部分是显示的哦 显示的因为在这个提问里面 这里出来的会是显示的 就把它放进去 那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当你按律期的时候 怎么样 他就会请问 那这个是随机乱数取的 这个也是随机乱数取的 但是他会整个句子组合起来 变成请问九成四成多少 那你下次再重新来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再来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就变成会自动出题 会自动出题 然后再来 你出了题之后 你一定会 他会出现这个框框 让小朋友输入答案 对不对 那输入答案的话 他出入的答案会在这里 会在这里 那你这个答案 就要跟真实的答案做比对 那真实的答案是怎么算出来 当然就是陈数跟背陈数 两个相乘嘛 所以我们在运算里面 就要把两个乘起来 陈数跟背陈数两个乘起来 那这两个要做比对 所以我就检查他有没有相等 对不对 那就要用如果否则 因为他不是答对就是答错 所以我用两种情况 所以如果他两个是一样的 那就答对哦 答对我就用钱 一样是可以用说 我们先用这个说 看你要几秒 那答错就 答错也是一样 永远要给学生机会 再试一次 那这样的东西 你给他一直重复的话 就可以一直问 那我们先试一下 五乘九多少 四十五 我们答对看看 就恭喜答对了 对不对 然后他 他就再问 四乘六等于多少 我随便答 答错 答错了 再试一次 但目前为止 逻辑上是对的 对不对 逻辑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要合并 刚刚的 我们早上讲的语音 各位记得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问出来 先试试看 请问五 X1等于 所以你这边 因为他是用语音 所以你这里 就不能用X 就要讲乘语 乘语 请问五 X1等于 等于多少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再加进来 它就会有语音 然后呢 刚刚讲那个语音辨识的部分 辨识的部分 要Windows才有提供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 是Windows以上 你就可以开录音 然后它会把那个语音资料 就会存在这里 然后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答案 你就不要用提问了 你就直接用这个 来做回答跟侦测 然后转出来的数字 就直接跟它做比对 这样就可以用语音回答 就不是打字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可以用这个来加 这样子就会有语音效果 它里面的字 各位就自己发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九九成法 那当然你用那个什么 如果你第一年级 就十以内的加法或减法 这个都可以单独训练 或者四则运算也都可以 甚至你把它变形 变成那个串面积 那你题目就是 有一个长方形 长是多少宽是多少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数字就随便用乱数给 这样很简单 来试试 可以让学生去做话 然后把它去送个椅子 这样就可以处备 可以啊 他已经有那个 资料铺的积木 这么简单 其实还有一天 就处得 一天 所以老师你刚才他就会讲 想去恭喜你答对了这样吗 对啊我们来试一下 对啊 一层二层二 恭喜你答对了多少 多少 恭喜你答对了多少 在哪里还有多少 这一个要等在时间不然他会 哪一句还没念完又念下一句 放回答问题 请问七乘以一等于多少 恭喜你答对了 请问五乘以七等于多少 这两句他会不会飘不同的 恭喜你答对了 拿两句飘不同的 这是笔物跟薯吗 这个会不会不一样 不会因为我是先存到变数 我改变是在这边改的 所以这个变数如果下次还没改的话 都不会动 不会换 所以这两个不会 不会换 他是在这里换的 这里换了之后 这两个就固定了 还没有换到这里都没有换 到下一次重来题目的交叉的话 好 然后云端进阶的啊 你要去 有两 他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这个 Virtual Sensor 直接 传IP 传到某一个IP 然后 第二个是 这个云端资料库 云端资料库 你要先去那个 Synstick去开帐号 开了帐号之后 你开一个工作室 那个工作室 会给你算计料 所以你要偷资料的时候 要你的计料 还要抓资料 只要工作室的号码 他就可以把你上面的资料抓下来 你就看抓下来要干嘛 点那个进去就可以开吗 没有没有 你要自己去网路上 把那个 Synstick这个网站 这个我们当然先注册帐号 他是云端资料库 他是云端资料库 我那个 忘记的帐号密码就很好 通常我们就 再申请一个啊 把它记起来啊 现在申请帐号密码都没有要记 不然那么多 刚刚那一盒我没有猜 我直接放回去了 好啊好啊 这一个 好这两个我没有猜 好啊 我可以带一盒回家吗 不行 申请单 照程序 这不是我管 名字 叫他 叫他 没有啊 你还要 人家合纏你才能拿 如果万一他没有合纏 怎么办 那个 可能审核的又不是 不会是你吧 我不知道他会找谁审核啊 可能 有可能是我跟大任看而已啊 有可能 但是 我跟大任看 因为不是只有我一个看啊 所以我也是要凭良心 因为大任知道啊 那个明年继续要再做 我们 各位 加油做到两点半 两点半之后 我们 就 交作业跟分享 跟录 录影 跟一些回馈 知道好不好 好 我还要收器材 就一个简单的规划 然后 跟你的一个程式 对 做多少 你看 土 我看一下 青字粉 那个 那个 这里啊 这个软底就是啊 你说开个心 他 可以绣更好吗 你说他吗 嗯 只要打得出来 都秀得出来 你说根 你说算数 这边 你只要打得出来 那个中文字都秀得出来 所以你变成要 这个表可能要去找 或者看一下 你要网络Google一下 那个输入法 怎么样打根号 应该是 因为这个跟 跟Squatch无关 这个是你输入的问题 对啊 或者打完也 可以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对 那老师 你有刚刚的那个 刚刚 你在 去你猜的 那个 那么 好 好 我把它放到我那边上 好 我把它放到我那边上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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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個新制圖檔 還有早上的幾個範例的程式 我都丟到檔案絞交那邊 在我的網頁的右邊的按鈕 稍微講一下 切換一下畫面 各位待會要交檔案 在這個地方 這裡 這個是我們演習分享 這是等一下各位回去之前要填的問卷 然後我們請利用克隆游覽器 把這個連結打開 你要交的資料就通通拉到這裡來就好 這個是早上的那些範例 你要交的東西就是這樣往這邊拉 它就會傳上去了 這樣會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就可以交檔案 那就是請你要有你的名字 跟你的專案名稱 做多做少都沒關係 半成品也可以 或者你就直接用早上的 早上你做過的練習 把它丟上來也可以 謝謝你 你好 謝謝你 謝謝你好 谢谢大家